hello大家好,我是小哲哥 昨天是KPL春季赛季游赛的第一场比赛 QG对阵到老干内大鹅 QG自从Fly有妖刀等四队友被换上场之后 从B主一路高歌强势打进了季游赛 让网友们不得不佩服这几个人的实力 也打破了QG节节比Fly操作更细的说法 昨天QG更是将老干内大鹅让一追似直接淘汰回家 比赛中虽然Fly没有拿到MVP 但是他的坦战边打的都非常不错 游戏的第四局Fly的连泊玩嗨了 QG选择了首约体系 配上连泊、露娜、莫子和马可波罗 而项羽的首约状态甚好 精准度非常高 全局除了自描与莫子一控一局 配合非常默契 可看QG的阵容也只有Fly的连泊坦度最高 然而他却放飞自我 连泊就选择了输出的装备 暗影战俘反上次甲还说得过去 居然还出了一件破局 在KPL比赛非常罕见 不得不说这件装备都敢出 真是佩服 都知道这样出伤害极高 秒C没问题 反之也会非常衰逼 如果一趟秒不到C位 自己也恐难逃脱 Fly这波整活 让各大主播和观众们都很吃惊 路人局没什么可说的 KPL赛展上基本没人敢这样出 而比赛结束后 Fly的这套出战 引起了全网热议 虽然褒贬不移 但只从这局来看 QG一直都是大顺风 并且老干贼大哥的输出能力不是很强 Fly甚至即便连泊出输出装 对面也秒不要他 何况名闻带的依旧是坦克的 所以他这样出装看着很飘 可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对此小伙伴们的脸婆怎么出装呢